今集的内容是由 Surfshark VPN 赞助播出 Surfshark 是 VPN 服务供应商 以前我们对 VPN 的了解就是用来翻墙 突破网络的限制 上Facebook YouTube 这些网站 但其实我们即使在家上网 买东西也好 登入 email 也好 都有机会有网络安全的问题 被人盗取资料和密码 甚至被黑客入侵 Surfshark 它们有个叫 Clean Web 的功能 可以封锁广告和追踪器 避开恶意软件 保障个人随隐 除了网络安全 用 VPN 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去 Netflix 看影片 很简单地用 VPN 转换地区 就可以看到某些地区 才看到的独家内容 它们现在在超过 95 个国家 都有伺服器 现在只要用我的 Promotion Code 就可以享有一七折 优惠 以及获得额外三个月免费 如果用完觉得不合用的话 它们还有 30 日免费退款保证 有兴趣记得到下面资讯栏 看看 Hello 大家好 我想你们有留意新闻的话 或者你们在英国都会知道 刚刚就有热浪了 英国是第一次出现 Extreme Heat 的红色点解 40度也打破了之前的纪录 所以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说一下 究竟在夏天开车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冬天会下雪 会结冰才是要特别注意安全 但是其实夏天开车呢 都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 我当初是打算真正热浪的时候 拍这段片的 但是我一落到街就发觉 哇 那所以出片的时候 可能已经out了 但是我觉得都可以记录一下的 始终之后应该都会有用 刚刚看新闻呢 好像说过几天又来另外一个热浪了 我们去片吧 好啦 那夏天呢 其实在车厂里面 真的好像蒸笼那样的 究竟大热天时 如果你好像我这样 拍室外的话 有什么方法 可以令到出车会舒服点 那бо不用什么都然后热scheочку 热智热滑 很热就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就没有什么处习 我也是� Bald 一上车就立刻走 因为不想浪费时间 但是 我之后上网做了一些research 有一个提供大家公认的 挺好的做法 就是在乘车前 你首先要打开其中一边的窗 当然我这一梵是只有两层 所以应 Pie сер的位置 由于我按一边的窗 接着你要打开左边的车门 接着着现在ывать Information 都会觉得很他 bed 就是在這門不停開俠 目的就是把熱風趕走 整輛車的涼的速度就會快很多 當然你也可以拍車的時候 拍露天可以用太陽檔 又或者像一些當地人 他們有時拍下車一會 其實是不會關窗的 留一條縫讓熱風可以走 又或者如果你駕駛電動車 可以出發前在家開App 先量一下車 你的車廂就已經涼好了 不過如果像我一樣 還要用這款波棍的話 就真的會拿手 其中一個我想很多駕駛的人都會問 究竟夏天這麼熱 我應該開冷氣的時候 是用生風還是內循環呢 我上網看過也有不少的文章 兩邊都有人說 我覺得原因是因為 它說的車在不同狀態之下 因為有些可能是在拍室外 像我一樣 一拿車已經這麼熱了 有些就是講究竟我駕駛車 駕駛到順了已經涼了 其實應該用什麼狀態呢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那就是用生風的 因為你的車裡面已經這麼熱了 當然是帶出面的空氣進來 雖然你可能說出面已經很熱了 但是裡面還熱 所以到你駕駛到順了 開始沒那麼熱了 那個時候就可以開回內循環 將裡面已經涼了的空氣 所以就做回冷氣 這樣自己吹回自己 所以就是先生風 後內循環 但是要留意就是 如果內循環你駕駛得久的話 是會令到你很硬睡的 還有我留意到一個共通點 是這裡的人駕駛 通常都會 一是開少許窗 甚至是開大的窗 但是我不知道它裡面有沒有開冷氣 印象中整個冬天駕駛 其實都是沒有開過冷氣的 因為其實開少許窗已經很舒服 還有我自己本身駕駛的習慣 就是喜歡在我自己駕駛那邊 開少許窗就清楚 外面究竟是不是有電單車走過 或者有救傷車 感覺上安全感會比較強 所以現在一天氣熱的時候 我第一次終於有這個想法 是想開回冷氣 誰知一開的時候就發覺有風的 但是出的都是熱風 特別是早陣子已經很熱 我正在走Motoray 然後就開冷氣 打算太陽又很猛烈 誰知越吹越熱 因為一直都是在出熱風 所以我最後決定去附近的車房 就去加雪種 我懶得去比較的價錢 所以就隨便去附近 最方便的就算了 加雪種也算是比較容易的保養工作 很多人都會自己DIY 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2017年之後 因為環保的問題 法例規定新車的Gas 要用1234YF 比舊款 即是我這輛車用的R134A 超過一倍 我很記得那天一加雪種 一啟冷氣 那一刻是雙眼發光 因為你發覺 終於出冷風 原來有冷氣這麼爽 是冷氣 對呀 那說完你自己開車的人 舒不舒服之外 你行車都要運作正常才行 正常天氣行車當然沒有問題 如果你有正常去做一些基本的維修保養 但是夏天也暗藏了不少陷阱 因為車是特別容易跪下的 當然有很多原因 其中引擎過熱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特別是我知道很多香港人 可能在香港沒有養車的習慣 是來到這邊才剛開始接觸車 當然大型的保養 你就可能去車房 但是有些基本的檢查 其實都可以自己DIY做到的 或者看到的 最典型或者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激油和水箱水 譬如激油這樣 你打開你的頭蓋 我知道很多人 可能連頭蓋怎樣打開都不懂的 所以你就一定要看回你的說明書 有什麼事 你都可以自己叫做開到給別人看 或者處理到 不可以對車學目認識 簡單來說 看機油其實就是純粹 你拿一支機油尺出來 就看它的水平去到哪一個刻度 另外就是水箱水 也就是coolant 對於冷卻引擎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以前就是一個非常粗疏 對於汽車保養很爛 又度縮的人 所以就導致曾經在東水門口水滾 幸好就沒有什麼事發生 所以水箱水也都要看一下 是不是足夠了 有沒有漏 看看水箱水去到哪一個刻度也可以 但是當你做某些檢查 或者加水箱水也好 做一些保養的時候 記得留意要動車才好進行 要不然水箱水會滾出來 是非常之危險的 還有一件事可能你覺得不重要 但其實在法例或者highway code上面 都挺重要的 就是水撥水 下雨的時候可以幫你看清楚前面的路 或者是你的窗污髒的時候 你都是噴兩噴掃兩掃 就掃乾淨 根據英國這邊的法例 或者MOT 如果你沒有水箱水的話 是犯法的 可以罰你錢的 所以出發之前夏天特別是 留意一下究竟是現成已經可以用 還是要混水才可以用的 而冬天和夏天的比例也會有些不同 還有一樣就是記得入足有 就這樣聽好像很廢 但是其實在這邊跟你在香港很不同 在香港你轉個街口 就有一間Shell 有一間AIRSOR 但是這邊你上到高速公路 可能去到很遠才會有休息站 或者是油站的地方 我自己也試過有一次很不小心 油還夠的 但是我感覺上不要緊 不如去到才進去 但是其實因為在highway上面 因為封鎖和速度的關係 其實用油是會有機會 特別是我這輛車 比我在平時走的晚路 是浪費油很多 所以當下你的心就很緊張 然後就很想快點 算了都是在附近有的油 而這些油站 是會比平時附近的油站貴的 所以這些大家都要留意 最後還有一件事想說 就是軚器 其實很多人開車都會忽略了 是很應該隔不中 可能你去入油的時候 就是去隨便打軚器 因為打對的軚器 除了對你的安全有影響之外 亦都會令到你可以省更多油 或者是令到你有更加好的駕駛樂趣 不過如果你去油站打軚器的話 記得就是要付錢的 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軚壓計 軚泵的話就會方便些 好像我現在這樣 車停在這裡 冷車就適合了 可以自己檢查一下軚器 又或者自己想打多少軚器 也很方便的 說多一點點就是 為何夏天特別要打對的軚器 因為冷縮熱漲的關係 特別是夏天開長途車的時候 有機會如果你的軚已經有裂紋 又或者已經插了釘 可能就會令到它惡化的速度會快些 至於你說怎樣打軚器 可以看回我之前在香港拍的一段影片 就有說到打軚器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打軚器記得要把軚器掛在軚位 還有那部軚器是怎樣用的 當然用法其實相當簡單 有興趣可以去畫面的右上角重溫的影片 好 今集的內容其實就是相當直接和簡單 但是希望會幫到大家 特別是在香港沒有養車習慣 剛剛來到或者不知道 原來夏天開車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大家對這段影片有什麼意見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web кров 吸引 好 nowhere Hein け 感谢观看